周琦进攻三分球 最后这个球权呢是被李虎义拿到 好球 季伟三分球 季伟这三分球投的相当的果敢 季伟给布兰德下车 来了 这就是季伟跟老莫的这种连线 这个球呢吹的是行进间的反规 干扰球 季伟打得非常有经验 机会呢 刚才是做出来了 做出来就是行进间的机动进攻机会 是 哎呦 这个千万不能这种失误 是 哇 好穿 好穿 张正琳扣得漂亮 这个你是失误的话 苗军队抓住你的失误反击能力很强 苗军队的这个打得慢 他是照顾到他队里面这几个大个 哇 赵纪伟还在上面 啊 这个回合等于让赵纪伟打二 让他通过五球当中接球来进攻 误分 哇 清晶晶这些球太神仙了吧 这节呢 两个队蓝球上面开始体现差距 尤其是这个时间段 这套阵容 啊 内线 富豪 发挥作用 这个内线啊 其实跟刚才胡敏轩那一球一样 嗯 好球 好球 我跟你讲就是苗军队啊 好球 又一个 纪伟跟 这个42%的罚球兵中率啊 已经跟这个法尔差不多了 哇 呃 两个队的篮本球上一截是打合 这一截苗军队慢慢的建立优势 这一截苗军队内外结合 赵纪伟 顶着周期 哦 投进了 今天纪委就是利用身高来干扰你 是 苗军队的几名小将 利虎印的现在就是 切身 是 给你对抗 是 这纪委来了一个无球警攻 这杜虎表对于 这除了沃特斯的这一点啊 其他点 没有组织出来威胁性 张正林 三分六 右 投进 哇 好球 这三连回来 纪委先来一个三分六 定军性 好机会 又一个 哇 不错啊 虎子今天不错 这个 就打出信心了 是 不是 纪委 假动都做了好 上川好球 对 纪委啊 比赛感觉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现在 现阶段的周期呢 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 你不要让他在这种来回拉锯当中 让他处理球 对 让他又非常累 又非常累 落下来 就来来回回的两三个回合 连续打的话 他这个体能就下降 是 应该还好 但是纪委也确实很累 是 赵纪委也打了34分钟 好球 又又一个纪委 是 因为纪委持球组织 跟无球进攻结合呀 完整到位 各位 大概3分钟 一趟